你还蛮喜欢吗 为什么 你们蛮热情啊 主要是吃鸡肉 鸡肉 我不要喝酒 我们喝水 我们要喝水 要喝酒 那我只要喝水 水是好 你不要喝酒 我们要喝酒 我们要喝酒 所以你从 美国 美国 我喜欢这个地方 对吗 对吗 我一直要去那里 真的 对 我一直想去那里 对 在小陆路 对 我来自国 在小陆路 对 对 我从小陆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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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孙子吗 对 对 对 我真的 真的 没有男朋友 没有 不 你应该有男朋友 谢谢 谢谢 很棒的脖子 这九位赋约的女生 面对洋屌丝的吝啬和无礼 虽然多少表现出了一些反感 但基本还是容忍了 没有人借故离开 甚至没有人要求老外 把放在桌上的腿放下去 除了这位姑娘 在老外伤在所的时候 发的这条微信 我靠 我跟你讲 刚刚 在九二有一个老外帅 都找我搭讪 结果 抠门的一腿 买个酒还要跟我A 还要买最便宜的我吃 第三步 我们的外籍演员 向这些赋约的女生 提出同样的问题 你觉得中国男人和外国男人 有什么不一样吗 你觉得外国人和中国人的情况 什么不一样 就外表的话 好像外国男生会帅一点 主观力一点 对 你觉得外国人怎么样 外国男的吗 外国男的吗 我觉得比较绅士吧 然后比较照顾家 不像中国男的 那天到晚就这样出去喝酒 没什么内容 你觉得外国人怎么样 外国人非常好哄死吧 就是中国的好多男孩子嘛 又懒 然后又在大游戏 然后就是叫他们出来 他们也是出来玩的 真的吧 一点都没问题 他们就是 哎呀自己找的也不一样 还要要求别人 真的 真的 我觉得外国人就挺好的 还要绅士 你喜欢外国人吗 反正好吃 今天谈过一个男朋友 但是觉得中国的中国人 就比较小心点 真的吗 是大男子异 所以觉得国外人 还蛮好相处的 你觉得中国人和外国人 有什么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你们像外国人 比较绅士 然后中国人就大男子异 所以我不太看得完 要不然我就 我喜欢比较人出来的 他就不太同意 真的吗 对 是这样子啊 对 所以你觉得外国人和中国人 有什么不同的 我觉得 没有很多不同的感觉 我觉得外国人 有些更挺 但是狐狂 你喜欢外国人 对 不太看了 我说不太看了 我看不太看了 你喜欢中国人 你喜欢中国人 也许是因为中国人有当人面说好话的习惯 这九位女生基本都在说外国男人的优点 和我们中国男人的缺点 我个人表示 有则改之无则加免 虚心接受 但心里非常不爽 最后 我们会让羊角丝提出非常过分的要求 哥俩去我的宾馆房间坐坐吧 他们会去吗 我开了一个房间 我们可以一起去 你要算家吗 去一个酒店 就是在一角压旁边